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卫视春晚各显神通 湖南江苏上海拼明星 山东请周涛和男友王一博 每年到了农历腊月下旬 娱乐圈最大的热点就是形形色色的春晚 因为聚集了各路明星 非常热闹 风头盖过电影和电视剧及娱乐八卦 只有等各大平台春晚相继上演 才把春节热点接力棒交给春节当电影市场 在诸多春晚中 央视春晚无疑是绝对第一 无论是平台在除夕夜的独播优势 还是几十年来积累的口碑和收视基础 以及明星阵容和节目编排 都是最受关注的 但是春节大假周期较长 除了除夕夜央视春晚的娱乐大餐 从进入小年夜到过完初一 这期间还有各大网络和电视平台准备的春晚相继登场 虽然部分平台会选择提前播出 避开大年初一晚上的火拼 但大部分还是会集中播出 而且彼此都有收视和口碑较量 今年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卫视春晚竞争依然激烈 可以说是各显神通 而且都在提前陆续官宣明星阵容 预热造势 吸引观众和粉丝的注意 虽然卫视春晚多 明星多 热闹非凡 但是总体格局和竞争态势看 还是比较稳定 大概可以分为三大阵营 第一阵营就是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几大卫视的领头羊 他们在一年中无论是电视剧收视 美洲综艺收视以及跨年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方面 都极具竞争力 竞争一直激烈 所以半春晚 自然是这几家卫视的强项 主要特点还是大打明星 排吸引粉丝和观众注意力 第二阵营就是北京卫视和辽宁卫视 虽然这两大卫视在日常的收视竞争中 或许不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的对手 但是在半春晚方面优势也很明显 收视一直不错 北京卫视守着北京庞大的明星资源 每年半春晚比半跨年晚会更用力 成绩更好 除了明星多 小品节目也不错 而辽宁卫视春晚 虽然也会邀请一些明星 但是优势是小品 守着赵家军刘老根舞台的优势 小品节目一直是辽宁卫视的杀手锏 第三阵营就是其他半春晚的地方卫视 比如山东卫视 四川卫视 广东卫视和河南卫视等 这些卫视整体实力不如第一二阵营 所以即使有请明星 但阵容也没那么豪华 这些卫视主要的优势和亮点就是主打本土明星 以及从本地区走出去的明星 这其中 山东卫视和河南卫视算是一军突起 比如山东明星多 这几年山东卫视春晚 牢牢抓住了山东明星的优势 除了邀请一些当红歌手和明星参加 连续几年都是邀请前央视当家花旦周涛加盟主持 成为山东卫视春晚最大的王牌 而河南卫视前几年也没那么扯眼 但最近两年凭借舞蹈节目创新出圈 脱颖而出被关注 成为卫视春晚新秀 所以今年河南卫视半春晚 用力比之前更大 除了继续打造舞蹈节目西京 也邀请了一些实力派歌手和流量明星助阵 这其中河南就从诸多本土走出去的明星中 请到了老乡王一博 相信光是王一博就会为河南卫视春晚带去很多流量 而在此之前 王一博因为与湖南卫视合作亲密 与汪涵等主持节目 所以连续多年成为湖南卫视跨年和春晚的流量王牌 但今年春晚湖南卫视的王牌被河南卫视抢走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